曝鲁三 位第681节 珍第一次对巨大性的心灵经验 他们与内在感官的关联 珍发现她巨大的感觉 如她所称的 不只有心灵上的教育性 并且当她们包含了启示性或超越性的意识状态时 也的确令人兴奋 在1973年4月的一天里 她有与巨大感的一连串接触 其中有许多都具备有那些额外的性质 兼她自己在《个人实相的本质》 第13章第653节的柱里写下来的整个冒险 在我为1964年3月30日第39节之前所写的柱里 我形容了珍在塞斯克开始之后 所经验的第一次巨大状态 那资料包含了在这儿 显得特别有意思的段落 而我把它们组合在以下的摘录里 在8点45分 我走进客厅叫醒珍来上今晚的课室 她继续安静地躺在沙发上 眼睛闭着 但在几分钟后告诉我 她刚才有过一种最奇怪的感受 由她对她的描述 我认为她也许探索了 一个与内在感官有关的能力 到今天为止 塞斯已解释过其中的六样 珍说 在她慢慢有小睡中醒过来时 她有越长越大的 一种非常怪异的感受 她一边笑一边说 她觉得它像一头像那么大 她觉察力的界限仿佛也扩展了 她把两手举在头的两侧 指示了一个差不多三尺的宽度 对她而言 她就真的觉得她的头有那么宽 珍又说 当我们闭着眼睛时 我们觉察到某一种我们以习以为常的黑暗区域 但当她在刚才这不寻常的状态时 那区域扩大了许多 她用无限的大这个字来描写它 珍说 就好像是她的双眼实际上挪得更分开 以造成这种扩大了的觉察 即无限的黑暗范围 在这个区域里 她没有感受到任何东西 但却认为 如果她有更多知识及经验的话 她可能会有所感受 她并没有被那感受吓着 而只是顺着它 现在她的眼睛张开了 那感觉也消失了 然而 身体上放大的感觉 曾如此强烈 是毫无疑问的 在那第39节里 塞斯表示 珍是在实验一种内在感官 令人惊奇的是 她调准到一个 她还没告诉我们很多的内在感官上 组织囊的扩张或收缩 我对鲁博在这个时候 撞上了这个相当的惊讶 因为它通常是一个 颇难得到的能力 鲁博在一个身体的层面上 体验到这个 试图把内在资料 转移成可以被外在感官认知的感受 这第七种内在感官 代表了自己的延伸 其有意识理解的加宽 或把自己缩进一个微小的囊里 使自己可以进入其他的领域 组织囊实际上是一个能量场的界限 在同时 它保护全我 避开那些在此与你无关的某种辐射 在任何层面上活着的意识 都有这种组织囊包围着它 对其他可以与你们相通层面 实相的一些居民而言 他们眼中所能看到的你们 只是这个囊而已 因为这种居民 对你们特定的那种伪装 物质的结构没有经验 所以你们的伪装模式对它们而言 是不可见的 但那组织囊则否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囊可以被你们看见 而曾被称为星光体 一个我不喜欢的名词 注意 在1964年4月8日第42节里 塞斯对实相与实相之间的感知 还有更多要说的 在不同的层面上 形式也有改变 其可见或不可见 是按照你自己的情况而定的 一个被你视为坚实的形式 在另一个层面上 可能只被视为一个电信单位 或在第三个层面上 被视为颜色 举例来说 在这一刻 你是被在其他层面上的人 所见的 但对他们而言 你却不是以你所熟悉的形象 被看见的 如你们所想的宇宙 包含了无可数计的层面 以你们的说法 全占有了同样的空间 在这些层面里的形式 是不断在动的 就如那些层面本身也一样 换言之 在一个层面 与另一个之间 有一个持续的能量与活力之交换 以及实际的原子与分子之交换 甚至一个层面 穿过另一个的互动与动作 也造成了可以以种种不同方式 感知的效应 如必然的界限之扭曲 在某些情形 就像是一个层面被水包围 而造成的一种流动似的 或在其他的情形 则像充电似的 但在每个层面上 这种能量的交换 会染上那特定层面的伪装 物质外表 运用在一个特殊层面上 发展的感官 去感知其特征性的伪装模式时 他几乎不可能 看穿这些界限的效应 内在感官天生是 配备来做这件事的 但为了许多理由 他们却没做到 所以一个在扩展的宇宙之外观 也是被这扭曲的 将界效应所引起的 在有些情形里 这扭曲可以被比为一株 坚实的树在水中的倒影 外在感官观察的倒影 可能会试着 由树的高度来判断水的深度 而假设它的深度 和树的高度一样 感谢观看